恒星的诞生来自于 恒星跟恒星之间 也就是星际的物质 它包括了气体 包括了尘埃 那这些气体跟尘埃 因为自己的万有引力的关系 它有一个趋势 就会越来越缩下去 如果这团云气不够大 质量不够多 它缩下去温度永远点不然核子反应 它就是一团紧急云气 可是如果这团云气够大 它缩下去了以后温度上升 能够点燃核子反应 这时候核子反应提供了 气体快速运动 彼此之间推挡的力量 平衡了收缩的力量 就有一颗稳定的气体 这个气体中间核反应 就简称恒星 我们太阳就是一颗恒星 大质量的恒星因为引力强 内部的核子反应快 那光度就会很强 大量的能量涌出表面 表面就会很热 一个热的发光体 我们看到就会是白赤化 中质量的恒星 它就稍微偏蓝白一点点 有名的星球像是天狼星 牛郎星 织女星 它们的质量大概是太阳的几倍 那再低一点质量的 就是像我们的太阳 它的光度普通 但是它的温度也比较冷 大概表面大概是五千多度 发出黄黄绿绿的颜色 比太阳还要再低质量的恒星 它就温度更低 表面只有三千多度 它发出来的是红色的光芒 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测到 是看起来的亮度 我知道距离我就可以推测 它实际上发光的程度是多少 它一秒钟有多少光线 五件出来 那有了这个发光程度以后 把光线把它分光出来 看看它出现的光谱是怎么样 我就知道它是含了多少的氢 含了铁 钙 这些元素 我就可以知道 天文学的确是先从观测开始 但是要了解这些观测现象 我们需要做理论的计算 我们可以利用电脑去算 我们把我们知道的理论物理丢进去 看看什么样算出来的东西 符合我观测到的现象 我可以在实验室里面让冰体 用光线去照 用粒子去打 去模拟在太空里面 看看它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就用实验室的方式 去辅佐一些这些数据 跟观测的数据互相印证